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6月10日 NBA总决赛祭祀打响 在前面三场比赛中 决金大比分2比1领先热火 这几场比赛 热火明显无法限制住约基奇 上一场比赛中 约基奇加木雷更是同时砍下30加3双 创造了NBA总决赛历史记录 在NBA官方给出的最新FMVP预测中 约基奇和木雷位居前两位 总决赛至今 约基奇场局33.3分59%的投篮命中率 也是让常规赛MVP得主恩彼得无所遁形 就在今天比赛前 决金和雷霆完成一笔交易 决金送出29年受保护首轮 从雷霆得到24年首轮最低顺位夹 23年37号签加24年次轮签 这笔交易能帮助决金最大化他们的夺冠窗口 同时有三大目的 交易目的一 维持球队运转 可以继续吃红利 大家都知道 一支冲击冠军的或者夺冠的球队 他们在新金架构上有这样的特点 两到三位超级顶心 其余球员新金在可控范围内 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新金膨胀的情况 决金交易到24年首轮 而且是最低顺位的那个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首轮签对换的球员 新金不会很高 可以吃新秀红利 这对决金这样的小市场球队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决金新金架构很合理 这是他们稳住未来班底的关键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 决金已经有了王朝球队的雏形 交易目的二 另外一种补强方式 要说近些年最会选秀的球队 可能有人会说是雷霆 决金我们也不要忽视 决金当下核心阵容 决击其是此轮逃到的球员 路雷和小郭特也都是自己选的 另外在第三场发挥出色的布劳恩 也是决金22年选的新人 也就是说 决金很相信他们的选秀眼光 他们把选秀当成是补强的方式 当然了 这一切要归结于约基奇 在约基奇身边打球 只要在战术体系中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就不愁有饼吃 绝技相当的自信 对他们而言 选秀也不是为补强的一种方式 交易目第三 又建立王朝球队的野心 勇士为什么能成为仅十年最成功的球队 就是因为抓住了这帮球员的黄金器 该补强的时候补强 该大手笔运作的时候大手笔运作 以及这帮球员年龄架构合理 就绝金核心阵容年龄来说 也是相当的优秀 核心阵容没有一位30家年龄以上的球员 也就意味着未来几年都是冠军窗口期 绝金交易来选秀权 肯定是自己用的 他们在意图搭建更合理的阵容和配置 换句话说就是 绝金已经不满足于当下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未来 野心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 赛前巴特勒表示球队G4必须赢球 但希罗的继续确阵 引让外界一边倒看好绝金 NBA官方也选择让福斯特这位控场大师来担任主裁判 今天的比赛 内马尔来到热火主场关站 而梅西虽然正是加盟迈阿密国际 但梅西已经乘坐私人飞机来到北京 准备接下来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友谊赛 这也是梅西第七次中国行 回到今天的比赛 两队首发没有太多变化 绝金 木雷加波普加波特加哥登加约基奇 热火 温森特加斯特鲁斯加巴特勒加勒弗加阿德巴越 开场后阿德巴越和越基奇都在持球强攻篮下 波普和勒弗对标三分 两队打得都比较拘谨 中断木雷的内突外投 帮助绝金拉开分叉 而约基奇在一次冲墙篮板回合中 被斯特鲁斯垫了一下 脚踝有些扭伤 巴特勒上篮打进 马丁自投自强 约基奇和布朗内外开花 不过节目巴特勒连续单打命中 随后联合洛瑞下起三分语 约会一波10-2的高潮反超绝金一分 绝金第一节打得最差的是小波特 持球一直想挑战乐福 无脑冲篮下得无功而返 随即被马龙换下 跟越基奇在脚踝受伤后 明显有些不敢发力 随即返回更衣式接受检查 第二节回来 洛瑞和阿德巴越配合 灯罗在外线轰三分 绝金则依靠格登内图外投给出回应 双方分叉一直结要在一起 上场后就命中三分 波特吃饼得分 热火的进攻依靠巴特勒维系 后半段约基奇再中三分 格登的爆扣 波特勒打板命中 分叉一度拉开到九分 但是杰莫阿德巴越连续爆扣得手 随后又造了约基奇进攻犯规 巴特勒两罚不中 半场热火51-55落后绝技 约基奇砍下16分 格登砍下16分 努雷没有太多表现 热火这边巴特勒是4分5助攻 阿德巴越12分三篮板 洛瑞13分4助攻 下半场开打 姆雷开始冲击篮下 阿德巴越打得比较坚决 约基奇和姆雷都在喂柄波特 中断姆雷上篮打进后 绝境再度拉开两位数分叉 这期间阿德巴越连续出现失误 斯特鲁斯和巴特勒也不断打铁 感觉热火球员已经有些疲惫 暂停回来 乐福连续轰进两季三分球止穴 约基奇跳投命中后 再来一季空位三分 随后给格登送出空间 姆雷挡柴飘移 跳投终于来了 绝境上分很快 维基时刻又是乐福强硬挑篮2加1 乐福躺在地板上大口喘粗气 真嘞 灯罗和巴特勒连拿四分 篮筐又被阿德巴越拽歪了 这个小插曲过后 格登突然爆发 布劳恩上篮不中 格登不进 随后格登再度空切吃饼 紧跟着左侧底角命中三分 格登甚至学起了阿瑞拿斯和库里 转身提前庆祝 三节打完 绝间86比73领先热火 热火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第三节基本依靠乐福再回应 第四节决战 邓罗命中关键三分 约基奇在卡位十一杯吹反规 早早午饭 阿德巴越两发全中后 巴特勒顶着木雷完成2加1 热火一锅8-0的高潮追到只差5分 关键时刻木雷命中三分止血 格登利用节奏变化吃饼后打停热火 中断邓罗和巴特勒继续上分 杰夫格林轰进三分球 布朗反击上篮 决胜时刻 约基奇顶着午饭回来 布朗抛头完成2加1 虽然阿德巴越和邓罗继续追分 但波普加布朗的三分球 彻底杀死比赛悬念 最终热火出场95比108不敌决金 决金大比分3比1拿到总决赛赛点 从约基奇说起 约基奇今天出场37分钟 19中8 拿到23分12篮板四主攻三 抢断二盖帽 第一阶在一次争取篮板回合中 约基奇被斯特鲁斯垫了一下 这对他的影响比较大 此后约基奇右脚受伤位置不太敢发力做动作 这也是热火能在第一阶末端迅速反超比分的主要原因 约基奇这一点打不开局面 或者无法发挥价值 绝境也很难打 可是第二阶约基奇回来后救命中超越3分 阿德巴越完全防不出来 随后热火又强断 波特吃饼包扣 从第二阶中段开始 约基奇在利用高低错位找空切的戈登 姆雷和约基奇的挡拆 突费要么约基奇空3分 要么往南下船 戈登一定在 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战术 导致了热火内外失守 相比于G3一战 热火在包加木雷的情况下收效并不好 今天热火又开始点阅基奇上强度 热火整体防线保持地不错 但是相对来说失误太多了 上半场巴特勒加阿德巴越加洛瑞三人合侃39分 但除了这三个点 其他点几乎都没找到手感 特别是斯特鲁斯和文森特 热火迎球的关键一定是三分球 而不是巴特勒每一次冲进篮下造杀伤 哪只在关键时刻有左右 而第三节开打后 当月基奇和波特多点开花时 热火只剩下乐福的两季三分球 加一次挑篮2加1给出回应 巴特勒也不灵了 斯波让乐福扮演为首发角色 大部分时间还是给马丁 实际上热火在大部分时间里 防守高度还是不够 其实热火输掉第三场比赛之后 他们肯定会调整 毕竟斯波是联盟顶级名帅 不过这场比赛马龙做出了预判 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热火这场比赛肯定会冲击内线 马龙的策略就是你打你的内线 我往我的内外结合 比赛节奏大家也都看到了 热火冲击的确很猛 但绝尽每次遇到困难都扛了下来 这场比赛绝尽全队仍然很高向 出手79次命中39球 其中三分球出手28次命中14球 马龙拆解了斯波的调整 斯波的调整没错 但阵容实力上的差距 不是调整所能弥补的 热火在巴特勒加阿德巴越加洛瑞同时在场时 搭配马丁和邓罗这套阵容非常小 很多防守回合 哪怕高级公分 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而最后石刻波普和布朗的两季三分球 彻底杀死比赛悬念 热火除了邓肯罗宾逊之外 其他人体能消耗殆尽 当镜头切到场下的乐福时 真有些无奈 纵观全场比赛 实际上今天裁判的一些吹罚 是明显偏谈热火这边 比如上半场结束时 阿德巴越在卡位中倒定 约记起北吹进攻犯规 比如波特持球冲击篮下时 乐福没有占定位置 富斯特也吹波特进攻犯规 比如罗瑞车凳子导致戈登走步 慢镜头显示 罗瑞有一个搂人动作 这场比赛和戏剧三非常像 当两队天平明显倾斜时 联盟会让裁判通过一些判罚 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 而不是明显一边倒 而第四节刚达了两分钟 约记起就迟到午饭 此后约记起也不敢做动作了 其实约是这样 约能看清两队的真实实力差距 算上本场比赛 约记起今年晋后赛篮板数超过250个 助攻超过180次 他成为NBA时尚首位单个晋后赛 至少砍下250篮板150助攻的球员 而木雷生涯前四场总决赛军 送出十次以上助攻 也是历史守人 首先要恭喜决金 喜决也好 总决赛也罢 当才派一些吹罚不利于他们时 球队反而打得更加坚韧 特别是约记起 而热火这场失利 几乎等同于他们和总冠军说再见 确实已经尽力了 但差距白在那里 绝静在第四场赢球后 他们就取得了三到一的大比分领先 换句话说就是 总冠军一半已经拿到手了 考虑到第五场比赛在绝境主场进行 绝静收下总决赛的可能性很大 今年的热火值得尊敬 但和绝静之间的差距 不是强硬所能弥补的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差距吧 如果在自己主场没有拿到一场胜利 一只胶已经踩在了悬崖边上 距离出去也就只剩一步之遥 今年总决赛彻底失去悬念